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卖火柴的小女孩 除夕之夜下起了雪 灰乎乎的天空 灰乎乎的田野和村庄 灰乎乎的城镇 到处飞着洁白闪亮的雪花 雪花像淘气的孩子 到处乱跑乱窜 上下左右随意飞舞 让人觉得心烦意乱 在这样寒冷的昏暗之夜 一个贫穷的小女孩 赤着脚在街上走着 她的头上也没有任何遮挡 她从家里出来时 原本穿着一双很大的软底便鞋 那是妈妈穿过的 可是 在她走过街中央的时候 冲过来两辆马车 她吓得赶紧逃开 连鞋子都掉了 一只找不到了 另一只被一个淘气的小男孩抢走了 打算给自己未来的孩子做摇篮 小女孩只好光着 动得红里发紫的小脚 在街上走着 她身上系着一条旧围裙 兜里装着很多临头火柴 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火柴 整整一天 没有任何人买她的火柴 也没有任何人给她一个铜板 可怜的孩子 又冷又饿 瑟瑟发抖 一步步的走着 他没卖出一根火柴,没挣到一个同伴 他怕爸爸会打他,不敢回家 回到家里也不会暖和多少,家里空荡荡的 冷风从破旧的屋顶上嗖嗖地灌进来 他的两只小手已经被冻麻了 哎呀,或许点根火柴会暖和些,他想 于是他抽出一根火柴,吃得一声在墙上滑着了 火柴头上的火花刺眼而美妙 像一只小蜡烛一样捧在手里,给他带来丝丝暖意 他仿佛看到一个很大的铸铁火炉 带着擦得正亮的黄铜炉角和顶盖 里面燃烧着熊熊的火焰,散发出温暖 他刚想伸出脚暖和下,火柴突然灭了,什么都不见了 又一根火柴点着了,火光照亮的地方像蒙了一层透明的沙 透过薄沙,他可以看见墙壁背后的房间 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子上摆放着精美的器皿 一只热气腾腾的烤鹅散发出鼓鼓诱人的香气 鹅肚子里还塞着李子和苹果等 呀,那只鹅竟然从盘子里站起来,摇摇摆摆地向着它走来了 突然,一切都消失了,火柴又灭了,他眼前只有潮湿冰冷的后墙 又一根火柴亮了起来,火光中,他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 那圣诞树比富人家的更大,装饰得也更富丽堂皇 绿色树枝上无数的蜡烛和彩花在向他微笑 他伸出双手想去触摸它们 但是,手中的火柴掉在地上熄灭了 而蜡烛则冉然向空中升去,越升越高 最后,变成了明亮的星星 突然,天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光芒 一颗星星远落下来 有人死了,小女孩说 奶奶曾经告诉过她,天上有一颗星星掉下来 地上就会有一个人生入天堂去见上帝 去世的奶奶曾经是最疼爱她的人 她又在墙上划着了火柴 奶奶站在明亮的火光中 神情慈祥,荣光焕发 奶奶,小女孩喊道 带我走吧,火柴一灭,你就会不见了 像那些火炉,烤鹅和生丹树一样消失 她想留住奶奶 于是,她划着了所有的火柴 光亮如白天 慈祥而高大的奶奶把小女孩抱在怀里 在一片欢乐和光亮中开始飞升 飞得越来越高 飞向一个没有饥饿和痛苦的地方 那便是上帝居住的地方 第二天 人们发现小女孩死在了那个墙角 她脸红彤彤的 嘴角带着微笑 僵硬的手里依然握着一束已经烧完的火柴梗 看到的人都说 她是想暖和下身子 然而 谁也想不到她看到的美好景象 更想不到 她是如何和奶奶一起走向快乐的新年 感谢观看